走進有機超市 吃的喝的用的通通都有 像這邊就是我們的調味品區 那這個就是有機的豆腐 原料是有機的 必須要有機認證的製程 這樣做出來的 才能夠取得所謂的有機認證 冠上有機知名 彷彿為商品鍍金 看看架上的有機豆瓣醬 180克原價115元 對比非有機的215克 只要75塊 有機的豆瓣醬容量小 反而還貴了40塊 價位比較高 在消費者的印象裡頭 這個是既定印象 但是它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有機農產品的生長 第一個它是不能使用化學肥料 第二個它是不用農藥 不用除草劑的 光這兩個因素 就會影響到農產品的產量 現代人講究養生 有機就是商機 台灣的有機農產品 年產值高達30億 但在有機店仔細逛一圈 你會發現 我們還是要誠實地告訴我們的消費者 在我們店裡頭 並不是每一樣東西都有有機認證 其他非有機認證的產品 我們都有我們一定的產品 上架的檢核跟檢驗的標準 別以為生機商店就是有機的保證 整間店一千五百個品項 只有百分之六十是有機認證 百分之四十賣的是非有機商品 民眾要如何辨識真正的有機 就是它有一個磁心有機的認證標章 那因為它是全有機 不是轉型期的 所以它同時還會得到一個 台灣有機農產品 CAS Organic的標章 所以消費者其實就是 認明這兩個標章 有機農業前景看好 驗證機構從原本的四家逐年增加 如今標章多達十三種 我們是有機的 我們是在這裡拿得比較多 但是給我們信用的 我就比較認真 這樣白白就比較認真 盯著連鎖超市光環 增加客人的信任感 只是一旦失去店家把關的保護傘 買有機農產品可要睜大眼睛看 就在菜市場一角 一間賣菜的攤販 地上就擺著一塊招牌 寫著有機兩個字 卻沒有出示任何檢驗文件 這有機是真的嗎 你這個我掛認證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老闆遲疑了三秒鐘 不曉得是裝作沒聽到 還是不想回答 老闆信誓旦旦介紹自家農場 宣稱有機無農藥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們向菜販買了一顆高麗菜 再到連鎖超市 也買一顆有驗證標章的 有機高麗菜 送到第三方驗證公司實冊 兩顆高麗菜分切透過均質機 開始檢驗 這個步驟我們會在 在這步驟做萃取 等一下會做進化 然後釐清過後 得到我們樣品 要上機的萃取液 藉由精密檢測儀器 三百多項農藥無所遁形 一個禮拜後檢驗報告出爐 編號B是經過驗證的高麗菜 確實未檢出農藥 而編號A則是菜市場 宣稱有機的高麗菜 幸運的是檢驗結果 同樣未檢出 只是菜販沒有驗證 就標榜有機已經處罰 這樣已經違規了 你房間常常會自己去標示 或是說在攤位上面 自己去講說它是有機 那這樣不行 那這樣會配處罰 無農藥只是有機農業的門票 土壤和水源都要進一步 重金屬檢測 如今檢驗報告雖然安全過關 但背後更做環境與方式 我們無從得知 是否真的有機 恐怕也只能鎮憑老闆的良心 除了驗證機構的把關以外 那當然政府這一塊 也會去做這個嚴格的把關 包括從田間 或是從市面上面的 這個商品會去做不定期的 這些抽驗把關 那比較重要的概念是 還是要符合它有一定的 所謂的驗證機種 那這些驗證機種 各國都它有一定的標準 有機賣的貴不一定代表安全 消費者還是得睜大眼 仔細看看商品成分 打破有機標籤的迷思 才不會花大錢 只買到有機兩個字